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一新 我是Shelly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怡婷啊 其实啊 唐高宗李治他还有很多个兄弟 其实就论敌长来讲的话也轮不到他来当皇帝啊 对啊 而且呢 李治其实是唐太宗第九个孩子 所以立敌 立长根本轮不到他 不过据传呢 这个李治啊 他从小但有天命哦 他一岁的时候 你一岁的时候还在干吗 才刚会走路而已吧 对啊 就是也还不太会讲话 懵懵懂懂什么都不懂的年纪 但是李治他在一岁的时候就会写字了 而且写这个字啊 还是皇帝专用的社 特社 大社的社 哇 这也太厉害了吧 所以他就觉得这李治应该不简单 那更特别的是呢 他也是唐朝唯一一个皇子是由皇帝抚养长大的 那皇帝抚养长大 等于说 哇 这在历代皇宫其实很少见耶 可见他爸爸一定对他疼爱有加 他们感情非常的好 其实啊 唐太宗到后期他生病的时候 卧病在床 那也是唐高宗啊 无为不智的在他身边照顾他 不仅如此哦 你知道那时候就是唐高宗啊 唐太宗他要远征辽东的时候 他就派李治来监国 那因为那时候父子两个要离别 那这一别可能就是生理之别 生理死别 所以他们还抱在一起痛哭耶 然后唐太宗呢还跟他儿子讲说 你每天都要写一封家书给我报平安 让我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哇 可见他们父子感情真的很好 对 那有看过他们家书的人 还说这个内容非常的肉麻 刊底情书 那到底呢 这内容写了些什么 公元627年华夏中原进入巅峰强盛的帝国唐朝 这个国家的王者唐太宗李世民 看着他的继承者们心满意足 贞观1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太子李承前他意图造反 那么李承前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想李承前他从一开始出生 他就备受宠爱 他这个东宫的位置是非常稳固的 但是随着他的弟弟就是李太 那么李太他其实也是文武双全 那么后来慢慢的呢 唐太宗比较喜欢李太 所以李太一直想着当皇帝 那就是我要去排除前面的障碍 就是他的哥哥 他要想办法去威胁他的哥哥 所以后来李承前是有点被逼 被李太逼到了 变成说他不得不造反 去反抗他的父亲 然后提早来登位 太子公然造反 当然要废太子 那么废了太子 现在问题就出来了 该立谁呢 接下来该由谁继任东宫 成了朝廷的头等大士 众皇子中吴王李克 被唐太宗称赞因果类我 也就是皇三子李克英勇果敢 向极了唐太宗 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得利呢 第一 因为他是隋朝的后代 他的妈妈就是隋朝当时的公主 杨淑妃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所有的官隆集团的官员 都不可能会接受一个 带有前朝协同的皇子 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他们 当初反随的这一些事情 在新皇帝继位的时候 被清算斗争 前朝血脉断了李克 位籍九五之路 再加上李克并非长孙皇后 所出的嫡子 那么史书记载 唐太宗宠冠诸王的李泰 就成了热门人选 但是还是不可不防啊 所以这个李泰 他就去威胁李治 就是说你跟叔叔 这个李元昌走得挺近的 你知道他现在 跟着一块儿谋反 那么他现在因此受到株连 你不会害怕吗 他被这个话给这个吓到 吓到后来就是不怎么说 放爱心里头就一直说不出来 那唐太宗就觉得说 他的言行举止是怪怪的 就一直逼问他这件事 李泰独独威胁李治 是因为李治是 长孙皇后的小儿子 跟李泰是同胞兄弟 也具有先天优势 不过你以为一向懦弱的李治 受到哥哥李泰威胁 就会闷不吭声吗 错了 李治再三思考后 选择了最有力的方案 他以退为进 在唐太宗的逼问下 李治才假装不得已说出 李泰威胁过他的话 巧妙地曝露李泰的劣迹 并取得唐太宗对他的好感 那么李治呢 他受到这样的威胁 他完全不动声色 所以我们看出来 这个时候李治呢 他很有政治智慧 他只有十五六岁 唐太宗那时候的解读 就认为说李治呢 他在隐瞒啊 为他的哥哥做隐瞒 因为这个话是有威胁性的 可是他并没有立刻 上报给唐太宗知道 也就是他没有打小报告 没有打小报告的原因是 他在保护他的哥哥 他的解读是这样的 原来李治藏得这么深 他不但没有留下 任何经营的痕迹 就连他告发李泰私下的言论 也是被父亲唐太宗所逼 从这件事就看得出来 李治把唐代罪推从 老子学说中的 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论 诠释得非常好 所以当大伙都认为 太子之争 李治只是个孩子 而且只身事外 其实都被李治骗了 而这时候的李泰 浑然不知道自己被李治 在背后捅了一刀 还为了尽快得到皇位继承权 在唐太宗面前立下毒誓 儿臣 现在就可以向父皇起誓 待儿臣继位之时 即下诏杀子 立建王制为仇君 唐太宗听完之后 不仅没有高兴 反而觉得非常地害怕 因为我们知道说 父子亲情是天性 那魏王李泰 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可以牺牲了 可以知道 假设真的让他 当了皇帝之后 他怎么可能会顾念到 手足之情 那么这个时候 储岁良 掌孙无忌 才劝唐太宗说 您不是还有一个妖儿李治吗 这个晋王李治 也是一个人才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太子的位置 才落到了李治的头上 所以李治是从贞官17年 一直到贞官23年 他是担任东宫太子 李治成为太子后的表现 莫必以人孝著称 贞官19年 太宗远征辽东 太子李治监国 临行前李治悲提数日 太宗也泪流满面 可知他们父慈子孝的一面 大军出发后 李治一路随行 宋至定州才因为 不能再继续冒进才停止 深情流露里面 是展现在他们的书性旺满 因为儿子就要求父亲说 你到那里以后 你就要告诉我 你是平安的 每天要写家族 他也会立刻写 但是有一次就是 唐太宗发现说 大内都传来两个帖了 两个文书给他去批了 怎么儿子还没有写信给他 唐太宗交集万分 左等 右等 终于等到李治的来信 唐太宗立刻回信 向儿子表达担忧之心 两度帖其实非常的有趣 他的白话翻译是这样子的 太宗说 两次收到公礼的来信 却不见智如你的信 爸爸我担心得要死 不久前忽然收到了你的信 说太子妃生病了 我的担心忧虑才顿时解除 就好像死里复生的感觉 如果我不知道说 这是父亲对儿子的话 真的会觉得 有个像是一封情书 因为情书才有这样的 浓烈的感情嘛 然后接到他的出信 就像死而复生 天啊 这个父子之间的感情 显得有点肉麻了 从这几件事情 我们看起来觉得 这个李治跟唐太宗之间 父子情深 倒也不是假的 那么当然了 还有一个最感人的 就是说 这个唐太宗他征官 二十年 他回来之后 他当时不是征讨高厘嘛 那么他受了一点小伤 回来以后呢 就生了这个雍疮 这个雍疮用今天来看的话 就是伤口有一点发炎了 化膿了等等 唐太宗身患雍疮 剧中虽然是武则天在旁伺候 但事实上 这个救回唐太宗一命的人 正是李治 根据旧堂书记载 太宗班师回朝行经病舟时 李治特别为太宗吸损雍疮 亲自抚念不从数日 太宗的雍疮竟然因此而痊愈 那么当然也许有人就说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根本就是在故作姿态嘛 在演一出戏 表示说我这个对父亲的一种孝心 那么为什么李治做的一切 都会被质疑呢 因为在唐太宗病重的时候 李治不顾仁伦勾搭上 小妈武则天 简直跌破大家眼镜 这么一个孝顺的孩子 甚至还有点懦弱 却胆大妄为至此 怎么会让人不怀疑 李治先前的一切都是精心演出 我叫他为了 李治安